第五人格 监管者班恩 头上带着一个路头 正因为带上路头之后 班恩变得强大了 也变得是杀 他要为被杀的路报仇 而这个路头 为什么会拥有让普通人 变成野兽的力量呢 其实班恩头上带的路头 原型是温迪哥头骨 温迪哥是来自于 北美印第安的神秘传说 这种林中生物残忍 恐怖还能侵蚀人的灵魂 在美洲原始的北方居民 阿尔刚昆人 讲述了传说中的温迪哥的故事 在阿尔刚昆传说中 这种可怕的生物 有着苍白的皮肤 紧绷得像一套乳胶衣服 覆盖在突出的骨头上 他呆滞的眼睛充满着邪恶 当他在漆黑的森林中 从15英尺高的地方 悄悄接近猎物时 一种内脏的气味 从他的肉中渗出 充满了腐烂气息 和新鲜的血腥味 这令人不安的画面 诅咒了那些声称 曾与怪物 面对面的人的灵魂 温迪哥是什么 在古老的北美传说中 这种怪物是食人怪 在一些神话的遍体中 人们也可以在 接触到温迪哥头骨后 成为这种食人怪 比如有人在头上 戴上温迪哥头骨 就会变成喜欢吃人的路透怪兽 头骨中的温迪哥灵魂 会控制宿主的大脑 让宿主变成野兽 人戴上了温迪哥头骨 大脑中的思想会被侵蚀 原本人类的思想会消失 为之替代的是 温迪哥野兽的怨念 所以说戴上路透的人 会变成野兽 喜欢吃人 还能吞噬灵魂 其实力量不是来自人 而是来自温迪哥头骨中 蕴藏着的野兽怨灵 因此路透班恩 可能已经不是班恩了 而是黑鼻子路死后 怨念被留在了路的头中 而这个路透被带到了班恩头上 因此路透中的野兽怨念 就以班恩的身体为宿主 侵蚀了班恩的灵魂 控制了班恩的大脑 所以班恩才变成了监管者 拥有了野兽般的力量 然而真正的监管者 其实早就不是班恩 而是拥有班恩的身体 而脑袋里装的 却是黑鼻子路的怨灵的怪物 温迪哥也被称为 变形怪物和包皮形者 居住在北部奥基布瓦地区的 土著克里族 阿尔当昆部落和其他部落 描述了一种 由温迪哥引起的心理或精神状况 被称为温迪哥精神病 在20世纪60年代 这种疾病是许多医疗故事的来源 并引发了几项心理学研究 对土著人来说 这主要是一种游森林中的黑暗力量 引起的精神疾病 灵魂受感染的人会把他人吃掉 变成食人者 从本质上说 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表现为一波又一波严重的同类相食行为 就像僵尸一样 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 野兽愿灵施加的控制力就越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食人者会变成可怕的野兽 然后他会居住在森林里 古时森林里的人类 对人肉有着无法抑制的饥渴 早期的美国探险者记录了这种生物 1907年阿尔刚昆仁 阿尔杰蒙 布莱克伍德 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温迪哥 记录了与这种生物发生的一件事 另一位来自安大略省西北部 克里族部落的土著男子杰克·菲德勒 向一名传教士讲述了他遭遇野兽的经历 他声称自己是一名擅长杀死温迪哥的猎人 他声称在他的一生中杀死了14只温迪哥 菲德勒自称是一个拥有超人能力的萨玛乌依 帮助他战胜了这些虚无的恐怖 然而 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局已杀害一名妇女的罪名 逮捕了菲德勒和他的兄弟 两人声称妇女是转化过程中的温迪哥 萨满菲德勒逃脱了 但很快就自杀了 他的兄弟虽然被判无罪释放 但在获释的几天前死于狱中 在许多的传说中要消灭温迪哥 就要把戴着温迪哥头骨的人头上的路头面具摘掉 也就是说食人魔的力量来源 是来自是人面具温迪哥头骨 温迪哥在国外的传说很多 而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指的是温迪哥的精神病 在1878年 加拿大爱博塔省 出现了一场数十年不见的漫长寒冬 与寒冬一起到来的 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案件 一个叫做斯威夫特的人因为饥饿 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 并且使用了他们的尸体 警察赶到时 只看到了受害者支离破碎的尸体残骸 他们的臂骨和腿骨都被敲开了 而且骨髓都被吸食得一丹二尽 而更加诡异的是 在警察审问斯威夫特的时候 发现在距离他家25英里外 就有一个大型的物资补给站 也就是说 如果斯威夫特一家缺少吃的 可以得到及时的供应 足够供应全家度过这个漫长的寒冬 所以 斯威夫特决不是因为饥饿而吃人 加拿大当局将这起事件定性为 温迪哥精神病作案 并且很快就处死了他 而根据当地居民的传言 斯威夫特之所以吃掉自己的亲人 是因为邪灵附体 如果他继续吃人 他就会彻底地变成一种叫做温迪哥的怪物 1878年的斯威夫特是亲爱 就是一期典型的温迪哥精神病作案 而且更恐怖的是 自1661年起 在加拿大区域共出现的温迪哥精神病例 居然高达77以上 其中有40多名患者都吃过人肉 这些病患或多或少 都出现过温迪哥附身的症状 大规模发生的温迪哥症状 还引起过1980年代 西方心理学家的激烈争论 很多研究者们认为温迪哥精神病 本身是一种被编造的病症 只是将生化内容夸大后的结果 但透过历史记载的大量案例 和患者的行为 又似乎无法直接否认 这个病症的存在 而温迪哥的传说 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 也跟这些大量的病例 有着直接的关系 温迪哥传说和温迪哥精神病例 从本质上就是两个相互连接的文化整体 因为你很难分清 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是先存在识人的精神病患者 才编造出温迪哥这种可怕的怪物 还是先有这个怪物的恐怖传说 才又使人们出现温迪哥精神病的症状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答 斯威夫特案件震动了整个加拿大 也让温迪哥这个古老邪恶的传说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纳斯卡皮人和伊努人眼里 温迪哥被称为巨人 比人类的体型要大很多倍 每当温迪哥吃了一个人 就会在他刚吃完的时候 发生体型变化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吃饱 因此温迪哥会因为饥饿 不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 而避免自己变得消瘦 在早期欧洲各种作品中 食人魔被描绘为 长有乱糟糟的头发和胡须 体型巨大的学区人形怪物 并有吃人的爱好 而其性格则被认为是残暴和贪婪的 在所有文化中温迪哥 神话故事的出现 让人相信一旦人类犯了同类相识 就会变成温迪哥 或者成为拥有恶魔般 精神的温迪哥 一旦一个人变得暴力 和沉迷于吃人肉 就会转变成食人怪兽温迪哥 其实同类相识 一般是在极端的困境或饥荒中 吃掉另一个人的躯体 以免饿死 但自古 同类相识都被视为严重的罪恶 在某一层面上 温迪哥的神话传说故事 体现了反对同类相识的精神 否则每一个人都将可能成为 自私自利 吞噬他人 存活自己的温迪哥怪物 而这种可怕的怪物 至今为止 一直未被证实是否存在 曾有目击者的称温迪哥 长着迅露的头 健壮的人类身躯 和高度腐烂暴露 在外的内造 并不时从嘴中 发出骇人的嚎叫 其实早在温迪哥出现之前 世界各地都曾流传着 各种识人魔传说 温迪哥这种传说中的 可怕恶魔 或许是人类 为了反对人性中的丑恶 而杜传出来的怪物 对于温迪哥头骨的传说 一直都是国外的未解之谜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龟 可 还带着户恶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哈 哈哈哈哈